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计划 因为年轻人不喜欢接 其实那时候也是回来帮忙一阵子 后来慢慢慢慢他觉得这个产业 没有年轻人进来其实是没办法继续 所以他们毅然皆然就回来帮忙 其实小时候小孩子是不会觉得爸妈辛苦的 我们小时候只会觉得很哀怨 为什么我都有做不完的工作 我的同学他们放假就是放假出去玩 可以做什么做什么 可是我们不行 我们就是要留在家里帮忙 但是真的是一直到自己出来外面工作 历练过感受过之后 你才发现说爸爸妈妈他们真的很辛苦 我们的一直都是手工做的产品 那再加上我爸后来因为心脏不好 妈妈一个人管家里的工作 又要照顾爸爸 有一天你就会突然发现说他累了 他以前都是你知道精力满满 然后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说在你面前 他也会有很累的样子 然后坐在那边他可能不小心就睡着了 那我们农会很多农民种酸籍 我们做吉祥的盐物料就是酸籍 酸籍他们种好以后都是送到别的乡镇去 可是很贱价的 人家就说多少钱你要吗 要就给我布的话你就带回去 带回去也没有用啊自己不会做吉祥 主任就问我说愿不愿意做吉祥 就是帮这些农民消掉那个吉祥 我想一想就是说为农民好帮他们做的话 我也愿意我就学嘛 吉祥的好吃有三个步骤 吉祥本身那个地头是不属于吉匠里面的东西 那我就要求那个地头我不要 那用拔的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秤新鲜 每天他送来多少也就是第二天就要把它做起来 我的吉祥的皮一定要洗干净 像洗衣服这样子抽柔 把那个苦苦的我把它洗干净 我们的那个吉祥的纸会苦 一定要弃得干净 那这三个步骤做好以后剩下的就是调味嘛 那调味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房金比例 我们都一直在忙着在做生产 然后直接面对客户这样子的销售 那其实慢慢你会发现时代也在改变 那包括手机的便利性也不同了 以前可能还要转用ATM转账什么的 那现在根本不用太多的支付的系统了 更方便以后那我会觉得说我们势必都一定要做一些转型 我的坚持就是我绝对不添加任何化学 用最纯的最原始的东西是最好的 那我希望我的小孩呢 也可以坚持下去我这个品牌 常会跟小孩讲说 我们只要凭着良心去做 做好的事情 这个东西赚大钱没有 但是养活自己绝对没问题 我常常都觉得做食品是一个良心事业 妈妈一直以来她就是用做给孩子吃的心情来做给我们吃嘛 这是人跟人之间的人情味了 以前我在年轻的时候觉得这就是老人家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会觉得说这种都是过时啊 你看不到前景在哪里 在我深入了解跟投入之后 你会有一种使命感 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饮食的传承 包括一个味道的传承 然后一个心意的传承 妈妈做给孩子的食物的那种心意的传承 我们放下来 我们就有水合适的传承 然后有传承 反应都会吃下来 不要哦